她是人们熟知的奥运文献 她是足球场边最平凡的母亲 说起跳水 她是中国女子跳板开创时代的领军人物 高明 多年隐退后的闪亮献身 这天是北京各支少年足球队的比赛日 观战的人群中有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 她就是两届奥运会跳水冠军高明 我们是领队 这是我们爸爸教练的 加油 高明的儿子超超 现在是一家少儿足球俱乐部的队员 我星期六星期天 我还是要争取把时间空出来 带孩子去学 他们想学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要上钢筋课 或者踢足球 高明没有像普通人想的那样 让孩子继承自己的事业 他更希望孩子选择自己的兴趣 对于高明来说 年少时选择跳水远不像超超喜欢踢球一样 只是兴趣 里面写满了十几年的人生记忆 九岁开始跳水训练 十二岁拿到全国冠军 十六岁成长为世界冠军 十七岁便实现了奥运冠军的梦想 当时我现在起来回想的话 那一段历史 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甚至很多人就现在说 你的儿子能达到你的一半就好了 我说我儿子能达到我一半 他能拿到亚洲冠军 我觉得希望都不是很大了 因为都过足球实在是没那么好 这刚才上的咱们踢得比较 比较慌 比较紧 像每一个母亲一样 高敏也有望子成龙的心愿 所有的心思和时间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 有自个人吃了 下半场不进也不能吃 第一题项目嘛 然后就是说不管是输还是赢 他们都有一个享受这个过程 一个游戏的过程 然后我也蛮支持他们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场球球比赛 短短的四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他就包括了他们的成功失败 或者喜悦悲哀全部都在里面了 高敏如此在意孩子在比赛过程中体验失败 也许正跟他自己的跳水记录有关 从1986年世锦赛算起 他创造了长达七年在国际大赛上全胜的历史 没有人想过当高敏就这样一次次成功的时候 他的内心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没有对手的孤独和对于失败的恐惧 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累 因为我一直都赢一直都赢 自己又不想输 非常怕输 我觉得这也是我满失败的地方 这运动员 就是说自己没把自己心态调整好 脑觉得不能输 好像输了是很丢脸的事 1988年参加完奥运会回国后 高敏一下子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然而人们的巨大期待和信任 又恰恰将高敏内心的情绪推到了一个顶点 究竟是在巅峰中前行 还是在辉煌出指数 就像世界杯 学级明赛 奥运会 所有参加的比赛 我该拿的冠军我都来了 也没有什么人就 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一个底面还有什么意义了 而且当时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换生活了 可以去做一个大学生 去学到更多的了 改变一下生活方向 就是说确实有这种想法 作为那个时代中国女子跳板的领军人物 片刻的茫然和停留之后 高敏再次站上了他最熟悉不过的跳板 四年间他用实力续写着这部不败的神话 中级之战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来了 人们都在期待着高敏上演精彩的谢幕之战 谢明亚丽塔 我知道那是我自己最后一次参加大型比赛 我这次跳好了 那我这一辈子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这次我要跳不好 那这个遗憾会陪伴我终身吧 像这种也是蛮沉重的一个包裹 然而主角刚刚出场 一场始料未及的意外发生了 手一下就抽签 就弯着就针不开了 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赶紧跳下去 结果入水的时候没抓到手嘛 手一下分开 嗯 就那个脑 头这个地方就打到水上 一下就给我振醒了 然后起来 好像我那个动作下来 排在第11位 没有更多思考的时间 高敏一次次的起跳入水 幸运的是 这场演出开始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最后一跳前 高敏已经像以往所有的比赛一样 大比分领兴 我当时在想 这就是我的最后一跳了 我当时站在跳板上的时候 所有的观念都起来 都不长迷 你都知道 我已经领先蛮多了 这一跳我只要没有太大的失误 观念就应该是我的 当时我就深深地呼了一口 吸了一口气 我在想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跳 1992年 巴塞罗那 这是被人们誉为跳水女皇的高敏 留给跳水历史的最后一跳 谢谢大家 入水那一刻 我就觉得一下去以后 人就轻飘飘的 然后头上那种水 就像一次一阵的云印一样 我想很多 可能当学第一次跳水 或者是人他们跳到水里 觉得真是下不去 可能就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第一次跳水的时候 也是那种感觉 然后轻飘飘地在水里飘下去 然后头上就一片一片的 像云彩一样的 我觉得这跟我 人说的第一次跳水 和最后一次跳水 这也许就真的就是说 我这该结束了 天水一色的极致处 高敏望见的是那水样的云 绚烂已至的繁华时 高敏感受的却是那质朴的蓝 也许这就是跳水 这也是人生 一个四年的坚持之后 高敏终于以自己完美的最后一跳 为十几年的跳水生涯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坐下跳板 回到生活 现在的高敏既是妻子 也是母亲 此刻她是超超心里 最美丽的母亲 她在看着孩子朝着梦想出发 现在是超越快乐 明天和 vitesse 寻岁路时 词曲老师 好 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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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